好 大家好 我們是第二組 我們要報告的是養息 我們要說換那個案件 這是我們做的調查資料 然後會指的原定組 這邊可以看到 台灣育業的產值統計 這邊有一些原陽育業 近海育業、延南育業和養息育業 然後從這張體驗可以看到養殖業的產值 在養殖業的產值從去上升大幅度 它有39% 然後產值是288億 然後其實真正的產值會大於288億 因為在沿海地區中有很多的養殖部是沒有登記的 所以它那個行政院那邊的資料是產區有登記的 以為申報的 所以實際上會在比台北很多市場 所以會大於288億 然後養殖業的分類可以分成兩大類 路上養殖跟沿岸養殖 然後還可以在西中位淡水漁溫、鹹水漁溫 沿岸養殖還可以分成前排養殖跟台內形狂 然後養殖漁業的概述就是 水產養殖是水產業的一種 然後它是利用天然水面或人造質溫 放養經濟、經濟性交通的養殖、貝類、甲殼類 或者是藻類等種 然後釋放、就是放養殖 然後飼料、驅逐病害 讓敵類可以安穩地成長 然後進行原動態量 然後根據水質的不同 可以再分成淡水養殖跟海外養殖 然後水產養殖在亞洲已經有數千里的歷史 台灣養殖業以西南沿海分布最為例子 然後產只輸給養殖跟養殖業 然後常見的放養殖業是牡蠣、牡蠣 五個、草蝦、鰻魚等 然後這是各縣市的養殖業特色 彰化是以貝類為主 雲林縣就是五個、烏魚 然後嘉義縣是牡蠣、蝦類 然後黃族縣就是蝦王養殖 台南就是西洋 然後它的產量跟面積也是台灣最多的 然後高雄市是以石斑 平東縣就是龍也是石斑 然後宜蘭是蝦子、花蓮縣是拉 然後淡水養殖業就是指說 利用河川、水戶、湖國、地下水 不含緣分的水期養殖水產生物 然後也是台灣目前水產養殖 所在平台最高的養殖房子 然後早期是以草魚、鱗魚為主 目前則是魚、鍋魚、爛魚、來下、漢魚、鱗魚為主 然後鹹水魚為主 就是利用海水養殖的水產生物 然後早期是以潛瓶式的養殖 養殖是牡蠣、少量的蝦、蟹貝類 這是因為物理共生的概念 就是養一些蝦、蟹貝類去清除水質 然後讓水質變得乾淨 然後食物裡才可以活得比較好 就是不會死那麼多隻 然後也是可以養一些蝦、蟹貝類 然後以粗放的綜合經濟為主的一樣的心態 然後到70年代之後 就是鹹水、人工繁殖的基礎 HIT之後 鹹水魚溫的面積 養殖的放養鹹水魚溫的人才被移 然後目前台灣鹹水魚溫的養殖 準備了草蝦、石斑魚、白蝦、鯛魚 然後陸上魚子的缺點就是 主要是因為肥料跟魚跟刺料 然後維經魚藥跟化學質質 然後亂排水 導致水溝肮脹 然後把那些病死的魚 或者是死掉的魚 排到水溝 然後導致水溯到溫度 然後還有超出地下水 因為魚嶺現出田是以粗 粗就是閃出 因為那個水 我們的水資源比較不足 所以我們的河川 就沒有河川可以去進行放養鹹水 然後就是要抽取之下水 然後去 達到這個水資源的利用 所以就會導致海水道 不然會突浪的減化 然後這張圖就是 口湖鄉、成龍樹那個 那個 他們早期就是放養鹹路過量 然後導致低層下陷 然後海水倒斷 然後這個是電線桿 就是因為他們的出裝 就被淹沒了 對 所以這就是地下水 就是超出地下水的造成這樣 然後潛海養殖 就是利用自然環境中的天然生地 在潮邊代替潮線以外的潛海區 進行養殖的一種方式 然後主要是以西海沿岸的 各縣級朋友為主 然後養殖從內有努力 五個九孔 以菜跟十八 然後海面相往 海面相往是這幾年 確定起來的一種技術 然後就是有網架網 然後描覽 固定系統 在海面上組成一個 圓柱形的地球空間 然後在裡面放 放一種或小量的潛水裡面 它裡面不能放太多 因為它其實就是會怕空間不足 所以一次裡面會放大概十隻左右的養殖 然後跟傳統用最大不同的方式就是 它是直接利用海洋的現成空間 然後也不用像傳統的 比如在陸地上挖地 然後收取地下水 然後它就是完全就是在海裡面 然後把這個構造放在海裡面 然後它可以直接 海水就直接進行濾化的工作 然後就是也不用 它的分辨排放 就直接跟著海水 然後背回生物分解 所以對環境的影響是最小的 但是發展海邊相亡 台灣發展海邊相亡的問題是 台灣適合海邊相亡的內灣病毒 然後它平均就是颱風 它的最大的危險就是颱風 颱風來的時候會讓 海浪跟風變大 然後就是撞到海內的相亡結構 然後如果還會帶好大 讓三間的土石 然後刻下去 然後會讓那些漂流物之類的 這些危險物 就是 危險物品 然後就是撞到那個 海面相亡的結構 然後讓它退掉 讓裡面的魚還走 然後具有 比較好的內灣 雖然就是可以提供相亡 比較安全的保護 但是其實他們的海流 海流的交換比較不好 所以導致所有水質 來一起交換 就是讓魚裡面的水質 比較差 然後就是給一個 開麵相亡的補品 馬來一會 還有水質 色面 然後 旁邊 煮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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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